- 爸媽活出去,台兒來解答 那吹聲的話通常會花多久時間呢? 嗯,好,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那我們剛才看的那個時間是自然進入產照所發生的時間 那吹聲的目的,它就跟生活一樣 我們中秋烤肉都要生火嘛 那你多久吃到烤肉,取決於生火的速度嘛 那有人是生火的奇才,你火種放下去 放起來就立刻火就生起來了 那有人是生火要生個半天,還生不出來這個火 那就跟吹聲一樣,因為我們吹聲的目的是要用藥物來誘發子宮頸收縮 讓子宮頸亂破 這個時間可長可短,這個病性真的很大 有人吹了兩天三天才吹出來 有人吹12個小時就吹出來了 那我們自己內部的數據 這次我們統計了大概一年左右 台北長坑內部的數據 我們去比較39週吹聲跟40週吹聲 我們把它分作金產婦跟初產婦 在初產婦的部分,吹聲時間約末要吹24個小時 40週吹聲大概要吹22個小時 金產婦的部分我們39週月末要吹17個小時 40週的部分大概要吹15個小時 看起來都比我們自然發聲的時間來得久 但是基本上我們要來吹聲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你要在產房大概要待一到兩天左右 所以給那些想要吹聲的媽媽 這個是一個參考的數據 你預計至少會待產房大概一天左右 但是你39週吹聲跟40週吹聲 基本上在剖婦產率的部分 是沒有顯著差異的 那在寶寶住到新生兒加護病房的比例 我們自己統計起來也沒有顯著差異 所以不用擔心吹聲這一件事情 請大家記得按讚、訂閱或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